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VOA卫视 在1月30号星期四 主席夜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我是赵婉成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林森 在这里首先向美国之音的观众 拜个早年 祝大家马安 马年 平安 无一 快乐 健康 还要发大财 是 好 我们也知道再过一个星期 第22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 就要在俄罗斯度假城市索契举行了 不过比赛还没有开始 索契冬奥会就因为恐怖袭击的威胁 以及一些西方国家抵制而蒙上的阴影 所以这期节目中 我们就要请两位专家 一起跟对这个话题来进行分析跟探讨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 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 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 400-120-0551 400-120-0551 不过我们首先还是来关注 这个小时重要的国际新闻 首先关注的还是 美国五大报纸的头版头条 首先是纽约时报 美国官员称俄罗斯违反条约 进行了导弹测试 有证据显示 新泽西州州长克里斯蒂政府 的确以桑迪风灾赠灾资金 来要挟霍布根市的市长 华盛顿邮报 民调显示 2016年总统大选的声势 克林顿在民主党中领先 共和党众议员迈克尔格林 威胁要将记者丢下阳台 我们再来看今日美国报 经济学家对美国即将公布的 3%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报告 感到乐观 谷歌同意将部分摩托罗拉的业务 以29亿美元转售给联想 华尔街日报 虽然一月份股市看好 但是投资人已开始寻求 更安全的投资选项 参议院议长李德 反对奥巴马总统的 自由贸易协定法案 最后来看的是洛杉矶时报 亚特兰大市是因为鸡血而瘫痪 奥巴马总统走访各州 宣传其国庆咨文中的有关 提高最低工资的政策 以上是美国五大报纸的头版头条 接下来我们介绍其他方面的消息 好 首先我们来看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 星期三表示 将要在二月份购买价值 650亿美元的债券 为经济发展注入资金 促进就业维持低利率 不过这个数字比一月份 要少100亿美元 假如美国经济持续 稳步恢复发展的话 美联储计划逐步减少 为经济发展所注入的资金 并且在2014年年底之前 完成这个计划 也就是彻底取消 由美联储出面 购买政府债券的做法 美联储表示 虽然决定这个维持基本利率 是接近于零 而且在相当一段时间内 很可能会继续维持 这个利率不变 包括失业率降低到 6.5%以下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 美国目前的失业率是6.7% 是五年以来最低的 数家国际媒体近日来都报道说 美国副总统拜登曾于12月初 在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通电话时 力劝安倍不要去靖国神社参拜 报道说 拜登在12月12号那一天 花了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 在电话上向安倍历臣起见 或者说是美国政府的立场 不过安倍最终表示 去不去要由我来决定 安倍于12月26日参拜靖国神社 并招致了中韩两国的强烈不满 美方也明确地表示 不快 包括美国新任的驻日大使 前总统肯尼迪的女儿卡罗琳·肯尼迪 也公开向日方表明了美方的立场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虽然乌克兰通过了法律 愿意赦免过去两个月来 被逮捕的反政府抗议人士 但是抗议者誓言 他们要把示威继续下去 乌克兰议会星期三晚间 批准了大赦法案 可以赦免那些被拘捕的抗议者 但条件是反政府团体 放弃他们占领的公共建筑 医员们在星期三夜间通过了议案 但是遭到了议会在野党成员的反对 反对派领袖亚才纽克说 让抗议者撤出建筑物的条件 令人无法接受 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网页说 乌克兰亚努科维奇总统 由于急性呼吸系统疾病 并伴随发烧而休病假 但是没有说他的病假将会持续多久 或者他是否会试着带病坚持工作 我们再来看泰国方面 泰国反政府抗议人士 准备在星期天举行的选举之前 进行为期三天的抗议活动 目的是为了向政府方面施加压力 目前抗议人士正在首都曼谷展开游行 像过去几个月来一样 抗议人士走上街头会舞着泰国国旗 有些人嘴里还吹着口哨 呼吁现任总理英拉下台 抗议人士早些时候阻挠 全国各地一些投票站的投票工作 使得各界对计划于2月2号展开的投票 是否能够顺利地进行 产生了疑问 抗议人士说 在全面的改革实施以前 不应该进行投票选举 而与此同时 现任总理英拉表示 投票选举是结束 已经持续了好几个月的政治纷争的 唯一的合法途径 好 以上为您所介绍 就是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 稍后在节目当中 我们还要来讨论索契冬奥会乌云密布 欢迎您持续锁定 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欢迎回来继续收看 美国之音VA卫视的时事 大家谈节目 再过一个星期 来自全球88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 将齐集在俄罗斯的黑海海滨度假城市索契 参加冬奥会比赛 为了索契冬奥会 俄罗斯砸下了500亿美元的创纪录巨资 要将索契这个夏季之都变成冰雪之都 尽管建设预算严重超支 让俄罗斯有些难堪 可是相比之下 索契冬奥会所面临的恐怖威胁 更是让俄罗斯如临大敌坐立南安 迄今为止已经发生了 福尔加格勒炸弹致命袭击等 一系列令人不安的事件 尽管普京表示 俄罗斯将竭尽所能来保障索契的安全 但是恐怖袭击的阴影是挥之不去 此外还让俄罗斯感到尴尬的是 一些西方国家抵制索契冬奥会 其中包括美国 法国和德国的总统 都表明不出席冬奥会的开幕和闭幕仪式 那么相对呢 中国的领导人习近平将出席冬奥会开幕式 那么为何习近平伸出了温暖的双手 高调支持普京 而一些西方的主要国家却选择缺席呢 这个索契冬奥会反映了什么样的国际关系 这次的冬奥会的成败对普京跟俄罗斯 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有关的这种话题呢 我们今天很高兴请到两个人增加 一起来参加讨论 首先介绍的是任教于马里兰双宝大学的 马海云博士 欢迎你 好 我们另外一位呢 是伊丽罗伊州立大学的教授 王德玉博士 王教授您好 欢迎您 主持人 大家好 另外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节目呢 还是和网团一样开通了 热线电话 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 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 参加我们今天节目的讨论 我们的电话号码是 400-120-0551 400-120-0551 好 我们现在就开始进入 我们今天的讨论 讲到这个索契冬奥会 的确也很奇怪 刚刚在我们的开头就讲到 本来这个索契这个地方 是个夏季 人家认为是个夏季之都 因为冬天的平均气温 就已经是54华氏度了 我们现在这边冷得要死 他说54度简直是一个度假的好地方 可是选在这个地方 要把它造成一个冰雪之都 本来普京2007年去争取 奥运的申请深奥的时候 他说俄罗斯的预算 准备花120亿美元 所以当时就可以说是 让韩国还有奥地利这些国家 就比不上这些预算了 他只好退而求其次 那么可是现在在这边举行了 但是马上我们已经看到了 这个恐怖袭击的这个阴影 的确是非常严重 所以我想首先请教 伊利诺伊州立大学的王德玉教授 王教授您看看 俄罗斯选在索契这个地方 是不是有一些先天不良的地方呢 您怎么看这个事情 一般来讲 任何一个大型的集会 它都有可能是成为 恐怖分子攻击的目标 那么比方说像在美国 最近那个波士顿的马拉松赛跑 也就受到这个恐怖分子的攻击 那么这是因为这个恐怖分子 通常他们都有他们的诉求 例如这一次这个恐怖分子 在威胁这个首席冬奥运 冬奥运 那么主要的就是因为了 这个车程的这个分离运动 所以他们所希望用的 就是利用这种大型活动 来引起注意力 那么而且因为恐怖分 恐怖行为 它有这种不定性 那么当你攻击之后 它在不定时的这种攻击情形之下 它会给予一般人这种心理上的压力 造成一种不安 造成一种恐怖的感觉 所以任何一种大型的这种集会 都可能是恐怖分子攻击的目标 它就是希望能够引起大家这种不安 这种情形之下 就会引起注意力 特别是像这个奥运 这个全世界都瞩目的 这么样的一个大型活动的话 更是他们寻求的这样的目标 如果他们成功的话 造成了某种不同的 造成了这种伤害的情形之下的话 那么它就有可能引起大家注意力 因此达到他们诉求的目标 所以我想不必然说是 所弃的奥运 它先天的不良 而主要就是这是一个大型活集会的特有的一个特质 好 王教授刚刚分析到这样的一个特点 不过我想请教马海云博士 海云这个恐怖主义的这个威胁 因为年纪中亚问题 我想你可能也特别能够体会到 但是在过去这个奥运会上 比方说像美国的亚特兰大奥运 也曾经出现这个恐怖袭击 不过那次这个犯案的人 他其实是一个精神不太正常的人 所以以这个索契来讲 这一次它这个地点又比较靠近 像中亚这些国家 你觉得就是以你的观察的话 你觉得是不是这个 除了刚刚王教授的分析之外 也有可能就是增加这个恐怖威胁的 更大的几率呢 他们到底如果政治恐怖分子 要来发动袭击的话 他们到底目标跟他们的对象会是什么呢 实际上这个很清楚嘛 因为你在看俄罗斯高架索这一块的恐怖活动的话 它跟传统的恐怖活动不一样 实际上它更多的是一种俄罗斯的国内族群政治斗争 你如果从历史的看的话 那基本上延续了几个世纪嘛 所以苏联解体以后 这种斗争就基本上是恐怖化 基本上是这种武装化 所以你就现在看这种索契运动会 它这种恐怖袭击的话 跟前几年或者是前几个月发生 这些恐怖袭击都是一脉相承的 而且这种恐怖袭击的危险度啊 或者是频率 怎么说 基本上都是无可预测的 因为它的这些参与者 基本上不是说我们传统医上认为 他在搞什么恐怖主义啊 引起主义 而且你看这些所谓的黑寡妇什么的 基本上是被俄罗斯军人在车城战争以后 就是杀害的这些寡妇嘛 所以它这种仇恨严格的来说是超过了简单的说 我要扬免立万啊什么的 它基本上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世仇了 所以另外你一个比较的对象就是看那个 衰利亚的冲突嘛 大家也说有一些恐怖分子在参加 但是你如果想一想 衰利亚的这些恐怖分子 基本上是1982年 老阿萨德屠杀这个 叙利亚的什么马哈这样一个城市以后 他们的后代大概花了30年到40年 这样成长起来了 所以现在就开始有这种斗争 所以俄罗斯你想 两次车城战争以后到现在 这个时间段上 我觉得也是应该到了该发生冲突的时候 接下来我想请马海云教授谈一谈的 就是刚才晚上也谈到 在我们这个节目一开始就谈到 就是这一次俄罗斯 特别是俄罗斯总统普京 对这次索契这个冬奥会 好像是基于很大的希望 施展了个人的魅力 在这个竞争的时候 而且拿出了这么多的资金来 给人种感觉 好像俄罗斯非常需要 这一次索契奥运会 我想让你比较一下 就是和2008年 中国举办的这个 2008年的这个夏季奥运会 当时中国把这个申办这个奥运会 作为又是中国人的百年梦想 等等等等的把它看得非常非常的重要 这个索契奥运会 冬奥会真的对俄罗斯 对普京就那么重要吗 如果和北京对2008年的这个奥运会的 需要的这样的来比较一下的话 我觉得对俄罗斯跟普京来说的话 确实是比较重要 因为这里边你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自苏联解体以后 俄罗斯基本上在国际舞台上 没有展示过什么力量 而且在现在这种就是后来战时期 你基本上像苏联那样美苏对峙 武装对峙那种情况不可能发生 所以你唯一展示大国力量的 基本上是这种政治外交和这种体育展示 所以你就会明白说北京跟莫斯科 为什么对这种国际盛事 就是说花了这么大的气力 做这么大的事情 相对来说的话 你想像一些比如说挪威 他可能以后想申请冬奥会 但是人家觉得这个预算 这些投入不划算 可能就不申请了 所以他从经济角度来考虑 但是对俄罗斯中国 这样的新型大国来说的话 尤其是在美国或者是西方强国的 这种怎么说竞争的背景之下 一个体育甚至不是简单的体育竞争了 它更多的像是一种政治斗争的延续了 所以从个人的角度来说 或者从俄罗斯的角度来说 或者是从俄罗斯历史的角度来说的话 那索契运都会对俄罗斯来说 基本上是一个标志 如果你能成本举办的话 那基本上就是俄罗斯崛起了 又站起来了 你如果出现什么问题的话 那基本上就是说 你跟苏联解体以后 基本上没什么太大的变化 那其实对于俄罗斯来讲的话 这还是有点像赌博性的 因为一个这么大体育盛事 你要投入的这个精力 还有你的这个准备 也是一种国力的展示 是不是 是啊 但是因为俄罗斯苏联解体以后 我觉得它举办这个奥运会 有一点就是它财力比较充厚了 尤其是这个石油啊 这些油气价格上涨以后 另外呢 俄罗斯就是说 在普京的领导下 确实展现了一定的强国的这种风范 比如说外交 跟美国的外交抗衡啊 或者什么 当然军力啊 这个方面你也不能直接抗衡嘛 所以现在我觉得 另外的领域就是体育竞争了 而且你看 以前的美俄 基本上是奥运会的这个什么 第一名第二名嘛 所以现在如果比如说 所欣赏都会成功召开俄罗斯 拿到第一或者第二的话 那跟苏联时代的美俄的这种地位 基本上可以做一个参照嘛 接下来我想听王德玉教授 您怎么看刚才我们谈的这个问题 王教授 我觉得这个对于普京来讲 会是一个非常重要 甚至对俄罗斯来讲 都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一项重大的活动 那么刚才这个马教授也提到 就是在后农战时期呢 一般的竞争上面 你不可能再用那种军事上的这种 直接的这种竞争 所以相对的这个体育上的竞争 变成一个政治上的延伸 那么对于普京而言的话 他所影响到的不仅仅是 俄罗斯做一个国家的声望 在国际上的声望 而且对普京的个人的国际声望 也是很重要的 而且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他的本身 本人的这个国内的支持度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普京 他在俄罗斯里面 在国内的话 他所采行的是一个铁碗的 一个统治的方式 那么这种投资统治的方式 即使是一个这么样强势的 一个强人政治 他仍然需要 这个国内的民意上的支持度 所以如果所期议的这个东奥 能够举办成功的话 对于他个人的国内声望 会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除此以外的话 我想另外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 他这个是对于这个车臣分裂运动的 意志的一种展现 那因为两次车臣战争 特别是第二次战争的话 那么普京他都直接的摄入 如果他能够在这一次 在车臣分裂运动的 这种恐怖威胁之下 仍然能够成功地办好 所启动奥的话 那么这就展现出 他个人的意志 展现出他成功地压制 这个车臣分裂运动 在这种政治的政治上面 具有很大的意义 那王教授 如果从这个国际角度来看的话 现在这个索契的奥运 还没有开始举行 但是有一些弊端 已经被媒体都揭发出来 包括俄罗斯的反对派 自己也在说了 他说本来是120亿美元的预算 结果现在砸下了500亿美元 建筑的为了要索契 这个原本也不是什么 太繁华的这个城市 重新来过 这是违反自然的一个现象 你本来是一个温暖的气候 雅热带的气候 你偏偏要把它弄成一个冬季奥运会 你要花那么多钱来做这些事情 你不讲呢 为了要建设基础设施 比方说建设一条铁路 跟一条高速公路 一条铁路跟一条公路 结果居然花了78亿美元 这个数目已经比温哥华 在四年前举办冬奥会的 整个的这个预算 都要超过很多 而这个监管这个项目的人 是普京的这个 戈尔门 以前的这个克格勃的一个领导人 所以呢 发生了几乎有三分之一的 这个奥运比赛的这个经费 通通都是用在这个 所谓的贪污跟腐败上面 那么外界呢 除了这一点的这个诟病之外 还说俄罗斯 这个反对同性恋的这个法律 通过让外界更加的反感 所以这些媒体的这些报道 事实上如果从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已经是把俄罗斯从一个 一个比赛主办国的东道主的这个国家的所有的努力 带到一个好像比较负面的看法 那么是不是 以这样来看的话 一开始唱衰这个俄罗斯的冬奥会的这成功 事实上也让俄罗斯有一点点 可以说是 舍了老本的这感觉呢 您觉得呢 郭教授 当然是 我想从俄国人的观点来看的话 这都是这个西方媒体的这种偏见的这个看法 但是我们所从外界的媒体所看到的 很可能就是有这种贪污腐败的情形发生 虽然说这个普京他自己本身在电视上面反问的时候 直接否认 但是像这样子的情形 因为他整个的这个程序上面不透明 那么也让人怀疑他自己本身是不是 像外界报道说他自己本身甚至都有可能 知道这个状况 但是只是在隐瞒 当然对俄国人来讲的话 这些都是西方的这种偏见 我想这样从这个观点来看的话 我们也可以了解说 为什么西方的许多的这个领导人 他们也不愿意去参加这个冬季奥运 那么从这里面牵涉到的就是 在政治上面所引发的一些问题 特别是显现出这个西方国家跟俄国之间 他们政治上的这种这个维密的关系 特别是在最近我们知道在伊朗 或者在叙利亚的这个政策上面 两边的不同道 以及对于这个美国的这个NSA的这个contractor 那个Snowden的那个政治上的庇护 都牵扯到里面 在整个上面都有他的那个政治上的意义 那马海云博士你认为 像刚刚王教授讲到这些理由 比方说Snowden俄罗斯给予的这个庇护 让美国很没有面子也不高兴 同时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 那是不是这也是造成了奥巴马总统 以及拜登副总统他们夫妇都不去参加 开幕跟闭幕的这个原因之一呢 这些应该可能是直接的原因吧 但是如果我们看这些体育盛事的话 实际上历史上基本上就是说 体育基本上是一种政治的斗争嘛 所以你会看到很多国家呀 很多领导经常杯葛这种奥运会 这种想象是发生的 所以也不奇怪 比如说这次奥巴马或者是西欧的这些领导人不参加 但是我觉得呢 俄罗斯这次它的问题加以就是说 一个大国举办这种盛会的时候 基本上是展示它的这些价值 力量 它的和平呢 它的这些 但是俄罗斯现在问题 尤其是在这个高加索地区 说不好听的话 你还处在国内战争的地步 你还跟车城啊 这个达基斯坦呢 基本上处在这种军事冲突的时候 你还在举办这种冬奥会 更不用说你跟那个什么支持那个什么 哥鲁吉亚的两个地方 或者占领或者支持自治 基本上说你跟邻国都在有战争 尤其是在北高加索这一块 那更不用说同性恋啊什么 所以我觉得从实际上来说 俄罗斯这次一方面它想展示 但实际上对它还是很不利 因为它的这个国内条件啊 国际环境 我想接着想请马教授谈一下 就是说到这美国总统副总统啊 不去参加这个索契冬奥会 因为我没有很特别的关注 在网界的这些冬奥会上 是所有的这些大国的领导人 都会去参加吗 基本上看国际关系了 基本上就是说你一个国家 如果跟其他国家就说相对比较好了 而且可能你这个国家没有什么战乱了 所以基本上都会参加 因为这是一种礼貌 这是一种礼节 也是一种交流嘛 所以你如果看外交场合的话 这也是很重要的一种场合嘛 我想请教一下王德宇教授 王教授曾经还有一个说法 这个说法也可能你一定不同意 我想就是说奥巴马总统 还有美国的副总统拜登夫妇什么 他们都不去 有一个原因就是说 因为俄罗斯在2013年这个外交表现 国际上的外交表现很出色 所以美国觉得很不爽 所以不愿意去 而且奥巴马总统还 美国还特别确定 安排了两个同性恋的运动员 去参加这个代表团的队伍 您对于这个奥巴马总统 美国不参加这个奥运 您自己还有什么样的补充跟看法呢 我想这个奥巴马总统不去 其实他所表现出来是说美俄之间的这种战略关系的这种微妙的情形 因为大体上来讲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 他们对于普丁所主导的这种俄国的方向跟他的政策 都表示不满 像刚才我提到他两边对叙利亚 对伊朗 以及对于Snowden的这种庇护事件上面的话 两边的政策上面都是不同调的 那么而且有史以来 从这个苏联解体之后 俄国方面的话 他也有他们的看法的 就是说西方国家 特别是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 在利用俄国在苏联解体之后 俄国的衰弱 就开始推动北约的扩大 而且他们不顾俄国的安全上的需求 同时也利用各种方式 那么来拉拢乌克兰 所以整体上来讲 对于俄国的安全需求 完全忽视 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的话 那么俄国对于西方国家 是有所抱怨的 同样的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 对于俄国的主导 这个普京主导的方向 跟外交政策也有所不满 所以他们利用这个机会 基本上就变成是一个体育的事件 变成一个政治上的延伸 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 我们想可以了解说 为什么欧巴马总统不愿意出席 而且特别是他们在同性恋的意见上 事件上面他们也有不同的意见 因此欧巴马在美国也派了 以同性恋为主的团队去 目的就是在宣扬双方的这种政策上 跟意识形态上的不一样 好 您正在收看的是 美国之音 VOA卫视 从德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 时事大家谈节目 我们今天的这个时事大家谈节目 和往常一样 还是开通了观众和听众的热线电话 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 400-120-0551 400-120-0551 现在我们线上有一位是湖北的张先生 希望参加讨论 我们就接一下湖北的张先生 湖北张先生你好 你好 主持人好 请讲 这个还是首先我们中国传统的习惯 来祝你们新的愉快 谢谢 也非常感谢您 在这个中国春节的除夕夜的时候 你好像没有看中央电视台的春晚 看我们的节目给我们打电话 好 我在看了 我是在看 不过我春晚我是喜欢看小品的 小品很开心的看来 张先生对于这个索契冬奥 您有什么看法呢 这个我认为 这个几次普京的冬奥会 我觉得是有必要的 因为俄罗斯他太强大了 普京的话 他这个敌望人物 在欧洲和欧美 他使用强烈手段 这是很危险的 所以说他就在一种隐形的 我认为感觉就是说 俄罗斯那个总统普京 他就像一个隐形的恐怖分子一样 说不好哪一天他打几眼了 他用核弹能把全世界给轰掉了 我觉得都认为这样 所以我觉得就现在应该 持架那个俄罗斯 包括中国在内的 抵制他就是说 抵制他的话 从他的国际政治政治上面 抵制他 从经济上去就压垮了 然后经济上面去封锁 我去自载他 我觉得是很有必要的 尤其是中国和俄罗斯 他们两个国家 但是世界的和平的话 是一个重大威胁 好 谢谢张先生的电话 其实刚刚张先生讲到了中国跟俄罗斯 我现在要回过头来 来问一下马海云博士了 海云你来看看 这个习近平主席他是要去俄罗斯 已经讲好他要去了 普京好高兴 因为俄国的驻华大使 曾经在两天前的一个记者会上 他就说 其实你们不要看是谁不去 应该看谁去 OK 那谁去里面最重要的人士 当然就是习近平 然后还有日本首相安倍 这是蛮特别的 那么讲到了习近平 愿意去的话 让普京很有面子 那么来分析一下 习近平去参加冬奥会 索契冬奥 对于普京来讲 对于俄罗斯来讲 他有什么样的含义呢 我觉得习近平去参加这次冬奥会 当然是自在情理之中 中国战略关系 如果不去的话 反而会奇怪的 所以他去的怀疑方面 我觉得呢 就是说在中国崛起 尤其是上次在开这个什么 阿西亚那个什么叫 东盟 不是东盟 那个 就在巴黎岛召开的那个 东南亚 东南 不是 阿西亚 对的 阿西亚 那会议上不是奥巴姆也缺席了吗 所以你会看到这个习近平 基本上是作为第一领袖的身份了 所以现在我觉得奥巴姆缺席的话 实际上也给习近平一个机会嘛 所以像这种场合 如果习近平去的话 我觉得某种意义上会凸显它和中国的关系 那对俄罗斯来说的话 你看这么重要的国家 这么好的朋友来了 那当然对福建是巨大的支持 那王教授 曾经有分析说 习近平参加索契东奥 加强了跟俄罗斯的关系 事实上呢 习近平他有他自己的想法 那么通过他们两方的这个更加强的合作 有人甚至说了这个中俄的这个东方时代就要开始了 你怎么样看这个分析呢 你怎么看习近平去索契参加的这个意义呢 这个我想也显示出来这个中美俄三国之间的这个关系的这个微妙性 刚才我提到就是说 美俄之间他有他这个彼此之间的猜疑 同样的中美之间他也有他的猜疑 因为北京方面的话 对于美国在亚洲再平衡的这个战略呢 是认为他是这个基本上是个围堵中国的 那么由于这个美国在结束伊拉克战争之后 在伊拉克跟阿富汗战争 所以在2012年的时候 我们知道他宣布了所谓的重返亚洲的这种新国防战略 那么这个对于北京当局来讲的话 就是美国方面已经开始启动了这种围堵的战略 这是他的围堵战略当中的一个初步的作为 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的话 这个在中国的战略上面 他必须要有所作为 那么我们所看到 北京方面在最近这一年来 所采行的许多的做法 比方说在钓鱼台 主权上面的这个强调 那么设立的这个 反空识别区 那么像这些呢 主要目的就是希望能够打破 美国在第一岛链所建立这种防线 那么同时呢 希望要能够挑战美国在亚洲地区的这个 再平衡这种战略 同时在外交上面的话 就是将俄国呢 当作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伙伴 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 习近平这个国家主席到俄罗斯去的话 而且是作为2014年 这个首访 他在外交上面一个作为首访国的话 更强调了中国跟俄国之间 这种战略关系的这个重要性 那么而且当其他 包括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他们不去的时候 更凸显出习近平这种专程的去捧场 中国人所讲的这种寒冬送暖 我想这对于这个普廷而言的话 这是非常重要的 好 我们刚刚讲到这个 刚刚王教授有分析到了这个习近平去 海云你刚刚也谈到 可是还有些西方国家 像英国英国首相卡梅伦说 他是反对抵制了 但是他还是不去 然后德国总统甚至就明讲了 他说这个是人权问题的考量 他不去 那么很多国家他们虽然不去 但他们也不特别提出 这是政治的抵制 但是西方国家事实上有些不去 那你看看这些西方国家不去 他们除了刚刚我们谈到 对于俄罗斯他们的作为不满之外 你觉得他们还可能有 是不是有各自各自的考量呢 各自的目的跟动机呢 当然从总体上来说的话 这都是什么美俄呀 这个欧盟跟俄罗斯啊 这些关系的一个衡量标准嘛 或者是一个指向标嘛 如果你想一想前几年俄罗斯断气断电的时候 那欧洲肯定很生气了 所以人权这些只是一个小小的借口了 但是我觉得就索气来说的话 这个地方你如果看的话 被高加索然后中亚 从欧盟或者俄罗斯中国 几个国家的角度来说的话 这个地方太微妙了 为什么 刚才就是王教授也提到的 欧盟的东库实际上最重要的目标 是涵盖乌克兰到高加索这一块地区 所以你会看到欧洲国家 对这个格鲁吉亚的支持 和俄罗斯直接这个攻击 格鲁吉亚 所以你会看到就是说 战火直接发生在这条线上 所以刚才就是说 习近平先生 为什么要去索气的话 我觉得除了一般的美俄战略关系 中美的这种什么 太平洋的这种互斗 实际上我觉得中国 可能也在某种意义上 显示出跟俄罗斯 在中亚问题上的一致性 就是说中国肯定是坚定地支持 俄罗斯镇压这个车臣 达基斯坦这一块 作为回报的话 你也会看到俄罗斯支持中国 在新疆的政策 所以这里边 我觉得从一个更具体的地区 或者范围来说的话 欧盟 俄罗斯 中国 对中亚这一块的看法 都是有很大的不同 所以俄罗斯跟中国 基本上是立场一致 但是欧盟因为它的扩张 基本上都集中在北高架所这一块 所以以后这一块 我相信也是一个多发的 事件多发的质地吧 接下来一个问题 我想请王德玉教授来谈一谈 我们现在注意到 特别是在所谓后冷战时期以来 再加上美国发生911恐怖袭击以后 这种类似于奥运会 这样的大型的国际赛事 就被恐怖袭击和外交 大国之间的博弈 某种程度上讲给绑架了 举办一个大型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就是有这个国家我要抵制 那个国家我要怎么样 要展示自己的软实力等等 在您看来王教授 国际奥委会应该不应该 改变他们的策略 在举办这样的大型的 这样的国际赛事的时候 应该选择一些 相对于一些比较中立的一些地方 或者是不那么政治敏感的一些地方 来举行这样的赛事呢 对这个在奥运会场地的 这个选拔上面 根据外电的报道 这个是自己本身 就是一个非常政治性的 常常他们会有所批评 那么尤其是像这一次的话 我们看到一些新闻报道上面 也说这个奥委会呢 在选择所弃当作这个 2014年冬奥的场地的时候呢 也是受到这个普廷本身 这个拍胸浦的保证 说这个地方是一个最好的地方 那么除此以外 他说他们还考虑到的 除了这个 比方说财力上面 这个地理上面的 所以政治上的因素 也仍然包含着 所以他自己本身选择上面 他就是一个非常政治性的 但是刚才我们也在前面访问提到 那就是说在后隆战时期 这个体育变成是 外交的上面的一种延伸 所以它无可避免的会 引发了许多的政治效应 所以在冷战之前的话 我们看这个1980年 1984年 美苏之间会相互的背革 相互的抵制 这个莫斯科跟洛杉矶的 这个夏季奥运 同样的到了后冷战时期 它变成一个政治上的 也认之后呢 我们相信它仍然会 在政治上面会扮演 仍然会变成一个 政治上的延伸 仍然会让政治涉入到里面去 所以不管是他们在 即使是冬奥 就是奥友会 他们怎么样去选择的时候 恐怕都无法避免 政治的因素的这种涉入 那如果这样说来的话 俄罗斯跟普京 到底要不要在乎 这些西方大国不来 给他抵制呢 王教授 我想对他而言 当然 这个人说小马自由人知啊 他即使是要在乎也好 或者不在乎也好 对他到目前来讲 奥巴马的西方国家的 许多领袖都一定不会去 那么我想对于普京而言 他最重要的是说 如果能够在这一次把奥运办好 而不受到 同步分子的攻击的话 那么这对他来讲 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就 你不仅能够在国际上面展现了 俄罗斯的这个国际声望 他个人的声望 也展现出他对于 这个侧城地区的 这个个人的意志的展现 好 谈到这里 我想问一下马海云博士 我们也知道这次俄罗斯 可以说是在这个恐怖袭击的一个 巨大的阴影笼罩之下 普京已经花了很大的精力 调动了据说有10万人的安全人员来进行 然后还有一个长达 1500英里的所谓的铜墙铁壁 Ring of Steel 让大家根本没有机会能够接近 同时还有部署了很多东西 比方说有一组的军队 在哥鲁吉亚的边界附近巡逻 还包括有高科技的 无人驾驶飞机 更不要说是监听电话跟互联网了 同时还有侦查的机器人之类的东西 所以像这样的来讲的话 以你的观点 这次的成败 就是索契东奥的成败 应该是不是就在于 这个没有发生恐怖袭击 让这个节目顺利下去 就已经是 阿弥陀佛了呢 对于普京来讲 目前我觉得对普京 或者俄罗斯来说的话 只要能够保证安全地 开整这个运动会的话 那应该就是成功的 因为你不在乎说 你的奖牌是多少 这已经是退屈其措的问题了 因为现在你看这么多国家 被一个这么多国家 就是说抗议 甚至就是说 你这些各种的反对力量 这个邻国 你的国内的分离组织 基本上大家都在 就是说找你的麻烦 找你的查 甚至就是说 给你搞恐怖活动 如果不发生的话 那我觉得基本上是成功了 所以你不要看其他的东西 就这一点来说 可能普京为什么 就是说能解释 他为什么花那么大的气力 在维护这个什么东奥会的安全 我们讲到这里 我就想到一点 就是说 这个恐怖袭击 以这次来看的话 如果它真的发生 我们是不是可以假想一下 它的这个范围 跟它这个程度上 会比以往更加严重 我觉得这个很难假想 因为这个东西 不是取决于俄罗斯了 而是取决于这些恐怖组织 或者是分离组织了 因为这种恐怖袭击 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 是一种不对称战争 不对称战争 基本上是不可预测的 而且你知道受害者 一定是强大的一方 因为它在明处 所以恐怖组织在暗处 而且它所实施的方式 手段基本上是预测的 所以如果美国这样强大 都不可能避免的话 那俄罗斯你知道 这个东西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好 讲到索期奥运 我们还有一些话题可以讨论 我们先来休息一下 然后欢迎您继续锁定 收看我们的时事大家谈 讲到这个索期奥运会 其实我们谈到了 有很多的一些事情可以谈 比方就讲到这个 刚刚马海云谈到安全措施方面 你怎么样加固 能够顺利举行 就真的是已经表示是成功了 对 但是现在回过头来 我们来讲到这个有关的情况的话 我想来问一下王德玉教授 刚刚您也谈到 而且林森也问到了 就是说选择奥运地点 是不是应该选择一个 政治上比较中立的地方 以免一开始就遭受 有一些威胁在那边存在 但是谈到了这个政治 又不太可能跟奥体育大型活动 分开来 那比方说像在1980年 莫斯科当年举行 夏季奥运的时候 因为这个冷战的关系 还有加上那个时候 苏联进军的阿富汗 对 虽然很多西方国家 抵制也不去 运动员也不去等等 但现在时代不一样了 那对于很多的国家来讲 现在俄罗斯 不管它的问题在哪里 毕竟它在国际的事务上 它还是有一个很大的分量 所以我想来请教王德玉教授 像这些西方国家 他们虽然是给俄罗斯 不给面子不去 但是在很多的国际事务上 比方说像您刚刚讲到的叙利亚问题上面 它必须要有俄罗斯的协助 才能够比较顺利地进行 那么所以这些国家进行这样的抵制 对于整个的局势 国际局势来讲 这是不是明智呢 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对于这次冬季奥运的 当然有一个我们要注意到就是说 西方国家的领袖不去的话 他有一个很好的借口 这个借口就是因为恐怖分子 所造成的威胁 所以对他们来讲 这是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借口 当然另外一方面的话 他们也提到了说 比方说是因为这个意识形态上的不同 是政策上的不同 但是这个东西他们在 作为不去的理由上面 他往往是把它放在 是一个隐含的意义在里面 所以对于西方国家而言的话 他有一个很好的 这个所谓的cover story 主要是因为恐怖分子的攻击 因此我们在这种情境这样的话 我今天我们的领导人不去 所以避免受到恐怖分子的攻击 那么像这样子的话 他能够说得过去 我想对于俄国来讲的话 也可以解释成为一个下台阶 当然严格讲起来的话 体育就应该归于体育 那么政治应该归于政治 但是刚才我们也提到的 就是说这个在后冷战时期的话 许多事情都变成是政治上面的一个延伸 是一个外交上的延伸 尤其东西奥运也变成是一个外交上的延伸 所以它这变成是一个不可避免的情形 最重要的是说西方国家跟主办单位 如何能够斗而不破 就是中国人所讲的斗而不破 虽然彼此之间意见上面有所不同 但是不至于说真正去撕破脸 那么像这种情形这样的话 就不至于造成太大的这个间隙 而影响到国际上的合作 所以这个大国角力需要很多的技术 我倒想请马教授谈一谈 就是我们一直在谈 就是这次索契冬奥会 可能会成为恐怖袭击的这样的一个目标 那就说这个恐怖袭击它发生的几率到底有多大 另外就是俄罗斯应对恐怖袭击的这样的能力又怎么样 这个东西没有一个绝对的答案 我觉得可能因为你从以往的经验看 或者是相对比较的来看的话 就是俄罗斯跟美国或者中国的话 基本上说没有国家可以保证恐怖主义不发生 这一点是确定的 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说 发生的这种频率多大 或者是这种幅度多大 或者伤害多大 这是一个问题 这就要看就是说你这个 俄罗斯的一个是安保问题 第二个是一个国际的这种大环境了 分身什么与世人要来了 另外一个就是看这些分离组织的这些能力 但是我自己的观察 俄罗斯可能会遭受这个恐怖袭击 这一点应该不奇怪 但不一定是说你非要发生在什么这个索期 如果俄罗斯投入那么大的资金跟人员力量在索期的话 那你为什么不可以发生在远东呢 所以它效果实际上是同样的 这个东西不一定说 你在这举办我非要攻击这 就是说已经你知道攻不上去了 所以你可以完全转移到下一个地方 俄罗斯这么大的国土这么多的地方 所以我相信这个东西应该是防不胜防 其实我觉得如果我们回过头来讲到这个 政治离不开运动 或者运动难脱政治来看的话 真的有必要大国西方国家这样做吗 其实运动员花了那么多精神 他们这样子为了比赛 他们投注自己的这个努力 他们应该得到的所有的光荣跟这个注意 而不是说我们现在把重心都放在这个政治上面 是这里边有一个矛盾 就从体育本身来说 竞技本身来说 实际上是一种个人的这种技能的体现 或者展示 但是我们不能忘记运动员是有国籍的 所以就是说这个体育的政治性 实际上是在运动员的国籍身上 所以你参加不参加或者什么不完全是 你运动员决定的 比如说你在中国的话有国家队决定 对不对 你在美国的话 可能是有什么组织决定对不对 所以基本上这里边你涉及到 就是说谁在操作运动员 那肯定是比如说 美国人认为觉得不安全 我们不能排除运动员 那运动员本身没有办法 所以这里边的问题就在于 体育跟政治它没办法分开 所以对运动员来说是不公平的 对 其实我现在满心期待的是看到 这个东运转播上的这个精彩的画面 我最喜欢花石溜冰 还有这个滑雪等等 我不希望看到的报道是关于恐怖威胁等等之类的 所以我们也期待这次的索契冬奥 不管怎么样不管国际政治怎么样 还是希望这些辛苦复苏的运动员 能够让他们的努力跟成就得到表扬 好 有关于索契冬奥会的讨论 我们就谈到这了 非常感谢今天参与节目的两位嘉宾 一位是任教育马里兰双宝州立大学的 马海云博士 谢谢马海云 同时另外一位是伊利诺伊州立大学教授 王德玉博士 谢谢王教授 今天这个时间正好在中国是除夕夜 正是全家吃这个团圆年夜饭的时候 那么海外留学生的年夜饭是怎么吃呢 稍后回来 我们来报道 我们不认识这个团圆年夜饭 如果他在国际上做的话 这是我的工作 最先进 最好的 但是中国还需要一个这样的过程 晚上刚才说了 这个时间我们正在说话这个时间 正是中国除夕夜的时间 如果没说错的话 应该是 这个时候正是一家人吃团圆饭的时候 对啊 你的临夜饭是过年那个大事 其实我家今天都不知道吃什么 我都觉得非常的爱伤 OK 那一家人团桌围桌吃饭 什么所谓的围炉 真的是非常幸福的事情 临夜饭可以是过年必不可少的事情 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些漂泊在海外的 中国留学生 在美国的留学生 他们是怎样吃年夜饭的 走进美国 欢迎收看走进美国 我是信尼 留学生们的海外生活一直是大家非常关注的话题之一 随着西式餐饮业在中国大小城镇越来越普遍化 留学生们在出国以后是不是能更好的适应国外的饮食呢 洋餐虽可口 但是还是敌不过家里妈妈的手艺 今天走进美国请来了两位留学生大厨 为大家介绍两道非常有家乡特色的留学生拿手菜 本期的两位大厨均是堂堂男子汉 一位来自中国北部的内蒙古自治区 另一位则是来自乡邻的新疆自治区 来自内蒙古的厨坊达人李哲行 乔治华盛顿大学在读研究生 可持续城市规划专业 本科就读于内蒙古农业大学 我们那边出国的同学不是很多 大家对内蒙古的第一印象都是大草原 第二位厨坊达人是来自于新疆的魏宇辰 也是乔治华盛顿大学在读研究生 电子工程专业 本科就读于北京邮电大学 美国吧一直是挺憧憬的 觉得毕竟是自由之土是吧 过来一看也确实就没有让我失望 不管是内蒙古还是新疆 这两个地区相对在内陆 不比上海北京这样的大城市 有很多机会接触西方文化 这是不是意味着他们的留学生活 会有更大的挑战呢 两位在国内喜欢吃西餐吗 我还好 我是不怎么喜欢的 如果有其他的选择 如果同学一块出去吃饭的话 肯定不会选择麦当劳啊 肯德基之类的东西 那你是怎么样踏上了留学美国这条路呢 首先其实我这个人是比较就拖椰症比较严重的 就是也不会想太多 就是来了应该会有解决的办法 其次那个我们家就是妈妈从小胸涛 没做过但是基本的步骤还是会的 那你今天要跟我们介绍的这道菜 是不是也有家乡妈妈的味道 对啊 这个是很具地方特色的 因为来美国你很多地方特色的菜你是吃不到的 比如我今天做的这道叫焖面 如果想吃的话是根本不可能买得到的 只能是自己琢磨着做 号称在国内就喜欢吃西餐的魏宇晨同学 来到美国是不是就像踏入美食天堂 汉堡薯条 披萨牛排 应有尽有 想必他一日三餐都吃西餐也没问题吧 你说你在国内很喜欢吃西餐 那你来这边是不是对美国的饮食都很适应呢 倒也不是这种说法 因为就是国内吃西餐的话 不管是就是麦当劳肯德基种快餐也好 还是更为正式的 比如我去西餐厅吃牛排什么的 这个也就是次数很少 偶尔去尝个鲜或者解个馋之类的这种目的 喜欢他并不一定就非得天天吃 总这么吃还是不习惯的 就是还是会做中餐吃 在家里做过饭吗 家里之前就是大学之前呢会一些简单的 后来是因为要知道要出来 就集中最后一个假期 着重量了一些菜 然后练练手什么的 就出来感觉还可以 没有太大困难 自信满满的宇晨同学 今天要为我们介绍的哪首菜 灵感可是来源于新疆特色小吃 手抓饭 不过据说手抓饭的工艺很繁杂 不知道宇晨同学是如何中西结合的呢 我是把那个精简了一下改良一下 就方便于我们这种留学生简单一行的这种方法 肉做简单的处理之后 然后你其实不一定局限于什么食材 你想加什么东西进去都可以 用电饭煲 出来的那个东西呢 跟手抓饭味道可能会不一样 甚至差别挺大 但是形式就是这种形式 总之好吃就可以 这两位来自中国北方的大男孩 在家乡传统文化二十几年的熏陶后 远渡重洋 美国这样的大熔炉 会激发出他们什么样的创造火花呢 拭目以待他们今天的那首菜 焖锅系列之美式蒙古包焖面 大家好 现在咱们开始做北方名菜焖面 然后这些是所需要的食材 猪排骨 然后豆角 然后来两个土豆 然后葱和蒜 就很简单 大厨都是用最简单的东西 做出最好吃的东西 葱蒜切好后 土豆和豆角分别都切成条状 放在水中备好 看来这位城市规划师的刀工 还是不错的 喜欢吃菜有菜多一点 喜欢吃面就面多一点 接下来处理排骨 需要加入适量的料酒 酱油 盐和醋 拌银待用 在美国难得的山西老陈醋 看 另外还可以再加一些蒜末 让肉的味道更加鲜美 现在开火加油 先下蒜 然后腔一下 然后放肉 酱好的肉 放到里面 这肉炒个七分熟就差不多 因为等会还得焖它 接下来在炒好的排骨里加水 如果喜欢吃黏一点的焖面的话 就水加多一点 如果喜欢吃干的就少加一些 把土豆和豆角加进去 因为土豆和豆角它比较硬 大家得先把它们单独地焖一下 然后再加面条 焖大约十分钟后 再往锅里加些盐调味 并把切成小段的面条放入锅中 保证它那个吞起来的水泡 能进到面条 这样才能面条入味 放入面条后 盖上锅盖 大约再焖15至20分钟 这道菜就差不多了 料都在下边 上边是面条 然后要把它们和起来 看着还是不错的哦 好 把刚才备好的葱 加进去 热乎乎香喷喷的 美式蒙古包闷面 就这样完成了 说实话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吧 屏幕前的你准备哪天 也亲自动手试试看吗 接下来还有魏宇辰同学 带来的简易新疆手抓闷饭 我们会在下一期的走进美国 继续为您介绍 敬请期待 做得还不错 我看今天晚上我就 仿照他们的食谱 来做我的您夜饭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 BOA卫视 试试大家谈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也希望我们的节目 陪伴您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 除夕夜 对 别忘了 北京时间 明天晚上8点到10点 请您准时锁定收看 BOA卫视 我是赵婉成 祝大家马年健康主义 我是林森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